不动产界的年度善事亚洲季世界华人不动产联合年会 11号上午在台中盛大登场 市长林嘉隆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席勒应邀 分别就台中城市经济发展战略 以及解析资产价格膨胀等议题进行专题演说 透过深度的讨论交流 希望提供台湾不动产政策制定以及产业发展亲视野 来自世界的不动产研究学者专家共同与会 希望开拓不同的视野 不动产界的年度善事亚洲季世界华人不动产联合年会 11号上午在台中盛大登场 市长林嘉隆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席勒应邀 分别进行专题演说 未来包括大数据或一些好的制度设计 还是可以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好 市长表示台中今年低渴望超越高雄成为全台人口第二大城 未来要将都市计划整合 以公共运输导向型开发TOD策略 让台中成为一个城乡均衡多都心发展的城市 习勒教授也肯定这样的理念 认为台中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 它也有一个技术的基础 它认为说台湾 它认为台中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 就是重视科技 包括科学园区 创造就业机会 那最重要是让人才可以有发挥的地方 那他觉得这个是在正确的轨道上的发展 习勒教授也建议社会住宅的数量的提升 无法解决房市问题 应该着重在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 并且主张应该重视更多非理性因素 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以求得到更多改变现况的可能 这张组环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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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